谈点死士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死士原名伟德·威尔逊 原本是一名加拿大的特种兵 他为了治疗身体里的癌症 参加了XO武器计划 被注入了金刚狼还有自愈因子的X基因 自愈了体内的癌症 同时也获得了强大的自愈能力 后来又因为自愈能力 经常在战斗中受伤 瀕临死亡的时刻 与漫威五大创始神明之一的死亡相见并爱上了对方 而同时爱慕着死亡的灭霸 为了阻止死士与死亡约会 诅咒死士使他获得了不死之身 知识二 死士是漫威宇宙里 少有的几位能打破第四面墙的角色之一 他在电影里曾和观众互动 在漫画里也曾和唐白聊天 甚至在漫画死士屠杀漫威宇宙里 直接打破第四面墙 提着双刀来到了漫威的编辑部 知识三 此时在获得超能力之前 原本就是一名格斗高手 并且还精通各种枪械和武器 后来获得了超能力之后 导致脑细胞过度增长 开始变得癫滑 也因为他那有些癫滑的行为 使他在战斗时会随时变化招式 导致对手无法预测他的下一步动作 漫威宇宇宙里的格斗大师金刚狼 和模仿大师都曾败在他的手下 另外他经常使用的武器是背后的双刀 而这两把刀是拥有一只自愈因子能力的碳纳钢刀 他自愈能力的强大 使他几乎不可被杀死 在电影中就算是被炸成了碎片 被红坦克撕成两段 他都能自愈在身 甚至在漫画里被烧成灰烬 他依然能够复活 而且此时还利用他的能力 将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之后 他的器官又会快速在身 知识5 此时作为漫威第一嘴炮 尽管他无时无刻都是神经兮兮的状态 但是他在漫威宇宙里 仍然有许多好朋友和女朋友 他在漫画里关系最好的朋友是金刚狼 蜘蛛侠 变索和模仿大师 而他的女朋友则是更多 除了电影中性的凡妮莎之外 他曾和黑寡妇 灵蝶 多米诺 无大创世神明的死亡 魅魔下克兰 为女性角色都有过关系 知识6 此时虽然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 但却无法修复他那凹凸不平的毁容论 这其实是因为 此时被注入了含有自愈因子的X基因之后 在真空环境中被激活了体内的自愈因子 而此时死侍的脸已经处于毁容的状态 随后他又利用火柴点燃了氧气造成爆炸 进一步激活了体内的自愈因子 所以当自愈因子被彻底激活之后 死侍的脸已经完全毁容 所以这些自愈因子会认为 这张毁容脸就是死侍原本的样子 而并非毁容前的帅气模样 所以不是死侍不想恢复帅气的脸蛋 而是根本没有办法 之时其 死侍这个角色出自登场是在漫画新变种人物 一开始他其实是一个反态 不过后来许多粉丝觉得他很有趣 很喜欢这个角色 于是漫威就给这个角色添加了许多背景故事 使他逐渐成为了一个一阵一斜的反英雄角色 另外 死侍这个角色的创作灵感是源自隔壁DC的丧中 这两个角色本身就具有极大的相似度 就连名字也非常相似 丧中的名字是斯莱德威尔逊 死侍的名字则是韦德威尔逊 死侍的名字